台媒8号披露消息称 台军方规划建造6座暗制鱼叉导弹阵地 与9座暗制雄风导弹阵地 未来将于台中清水设立反舰导弹指挥部 此举引起现实反弹 认为攸关县民安全与现实发展 据报道台当局编列866亿元新台币 向每采购100套400枚暗制鱼叉导弹 首批将于2026年前交运 为配合导弹结装 台军方希望6处阵地与相关设施 能在年底前完成绝标 且会进驻美军教官、技术人员及设备 6座阵地分别设在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及台东等处 此外台军方还编列797亿元 分两阶段量产各行暗制雄风导弹 将在新北、嘉义、桃园等9个地点新设阵地设施 两项总计编列1663亿元 要建造反舰导弹网以阻挡解放军登陆 相关做法引起岛内基层关注及恐慌 台东县议员杨昭信说 若真设导弹营区 百姓居住安危将受影响 很难支持这个政策 屏东县议员许新韵说 两岸局势已让大家十分担心 甚至想把孩子送走 如果再设置导弹阵地 恐造成恐慌 高雄市议员李梅珍说 重要军事设施高度集中 可能变成第一攻击目标 这样的军备配置 对现实安全威胁太大 坚决反对 针对民进党当局 妄图以武谋独以武巨统 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证稿 以武巨统死路一条 以美谋独必遭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持续加强练兵备战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练习近平稳定